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风奔田思域直到售价 11.59到16.99万元思域 绝对算是热门车型了 的确思域在这个级别里 无论是实际销量还是实际的产品力表现 都是名列前茅的 与同级别竞品对比 要颜值有颜值 要动力有动力 确实做到了内外兼修 在上市之初 思域一度要加价才能提到车 如今情况要好很多 动力方面 思域共有1.0T和1.5T两种发动机供消费者选择 1.0T车型以及1.5T的低配都能够15万元做落地 可以说性价比很高 值得购买 2.东风日产轩逸指导售价 9.98到15.90万元轩逸到底有多热门 看看每个月的轿车销量排行榜就知道了 之前就是前三前五的常客 如今已然可以问鼎冠军的宝座了 要说这款车的特点 那就是舒适 在这个级别里 轩逸可以说在舒适性方面 表现非常不错了 在市场口碑中 轩逸的舒适性表现 一直被人们称作标杆 3.这款车的顶配指导价才15.90万元 加上终端优惠 基本上可以说是全系都有可能在15万元之内就落地了 3.上汽大众全新一代朗逸指导售价 11.59到16.29万元 要说热门车当然绕 不开朗逸 如果不是英朗和轩逸 偶尔问鼎 朗逸自始至终 都是每个月叫车销量排行榜的第一名 如今 全新一代朗逸正式上市 和老款车型开始同台销售的搭配局面 新车更换了全新的MQB平台 外观也开始走起了运动风格 车尾稍显溜背的造型让人很喜欢 这款车的中低配车型都能在15万元左右落地 不过根据性价比 小编推荐1.5升加6AT的自动风赏型 动力平顺 可靠性好 价格也合理 非常值得考虑入手 4.斯科达明锐指导售价 11.99到17.49万元 其实比朗逸更早用上MQB平台的紧凑集车就是明锐了 明锐是不折不扣的家用型轿车 动力充足 空间宽敞 尤其是仙背的设计 让行李箱的开口非常大 装卸一些体积比较大的东西时非常方便 动力方面 明锐有1.6升 1.2T以及1.4T三种动力配置 其中1.2T和1.6升的很多车型都可以在15万元之内拿下 可以说性价比很高了 5.长安福特福克斯指导售价 11.58到16.58万元福克斯 也是一款非常热门的车型 包括三箱版和两箱版 家族式的马丁脸使得外观大气势上 前排空间较为宽敞 行李箱空间也很给力 新款福克斯即将上市 所以这款车的现款在终端的优惠力度非常喜人 比如福克斯2018华三箱Ecadust 180自动精 英型官方指导价格为14.98万元 配合终端2.4万元的让利 裸车价就能控制在12.5万左右 非常值得考虑 6.奥迪A3指导售价 19.05到25.62万元 没错 是奥迪 虽然就指导价来看 这款车明显和上面 几款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但是 奥迪在各地都有不小的优惠 外观颜值自然没得说 大气的进气格山与灯厂特有的大灯造型都非常漂亮 此外在配置方面 倒车雷达 自动驻车 车载蓝牙 自动大灯 自动雨刷 仙气大灯都是标配 据悉 目前A3在全国各地都有不小的优惠幅度 说15之内拿下可能显得夸张了 但是低配车型真的可以以一个很实惠的价格买下 比如35TFSR1.4T进取型综合优惠完也能达到15到16万元 以这个价位买一个豪华品牌的车型 可以说非常划算了